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8日 这里是每日财经,下面是今天的速报 热点 11月25日,人造肉在某店商平台上正式开售 有猪肉、鸡肉等口味 其中猪肉口味每份230克,售价28元 而国外价格则高达1550元每公斤 这个价格仅为国外的15分之一 实际上,人造肉分为植物肉和细胞肉两种 目前进入消费市场的人造肉商品 都是以植物来源的蛋白为原料 通过物理方法改变蛋白质结构 从而模拟真肉的外观和口感的植物肉 中国植物性食品产业联盟秘书长薛言表示 在北美、欧洲等地 麦当劳、汉堡王品牌都推出了植物肉汉堡等产品 如果进口植物肉能够在本地建厂生产 或者规模化进入餐饮渠道 未来成本会大幅降低 达到与进口牛肉差不多的价格 在以前,人造肉是航天员专攻食物 而此前人造肉大多也是职贡餐厅 普通消费者无法直接买到烹饪 在未来,也许人造肉可能会代替传统肉类 摆上寻常老百姓的餐桌 互联网 暴风集团合作方终止提供服务 公司主业陷入停顿状态 11月27日,暴风集团公告 应拖欠合作方机房服务器托管费用 合作方已终止提供服务 导致公司网站和手机客户端不能正常提供服务 近期公司的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状态 经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面临无业务收入来源的风险 还有哪个合作方回来和你洽谈呢? 看来互联网的寒冬更冷了 富豪榜 教育领域富豪榜李永昕母子居首于敏红第三 又一个领域的富豪榜来了 11月27日,胡论研究院发布 2019胡论百学教育企业家榜显示 中工教育的鲁中方李永昕母子以585亿元 新上榜成为中国教育领域新首富 其联合创始人王振东以150亿元新上榜进入前五 好未来张邦兴和新东方于敏红 在教育领域财富都比去年上涨三成左右 分别位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胡论研究院介绍与胡论百富榜总榜不同 教育企业家榜只计算企业家在教育领域的财富 胡论表示 十几年前中国教育领域的首富 是做帮助小孩国际化的英语培训的新东方 之后是做帮助小孩进入更好学校的课外辅导的好未来 现如今是做公务员培训的中工 房产商 400家房企破产 八成房企会死掉 有老板卖房杜南关 11月26日 银翼股份宣布沈阳一项目50%的股份转让给碧桂园 作价6.9亿元 由此银翼股份将彻底退出该项目 10天前 银翼股份宣布股东雄姬凯所持的7.12亿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的比例为17.67%被冻结 原因未知 此前 公司控股股东持续面临流动性危机 这是本月中旬以来 第四家暴露出流动性问题的知名房企 根据人民法院公告网的数据 今年以来已有400多家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人单位破产 比往年的均值多出100家左右 其中多为中小企业 不过 与全国20万家房地产开发类法人单位相比 这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小米 小米第三季度收入536.6亿元 同比增长5.53% 2019年11月27日 小米集团公布2019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 小米集团2019年第三季度总收入536.6亿元 同比增长5.53% 是小米创办以来总营收最高的季度 经调整后净利润为34.72亿元 同比增长20.3% 此外 小米2019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总计92亿元 超去年全年 报告期内 小米集团现金总储备达到566亿元 小米推进5G手机研发 研发投入加大 2019年第三季度研发开支20亿元 同比提升32.5% 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雷军表示 小米将全力推动5G手机的研发和推广 计划2020年推出10款以上的5G手机 四川移动 史上最坑 四川移动和掌柜余期 受害者几乎都是移动员工 2019年11月起 与四川移动存在合作关系的金融平台和掌柜 出现了产品到期不能正常兑付的情况 而在该平台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人 大部分都是四川移动的员工及其亲朋好友 他们希望公司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据官方披露的信息 何掌柜是一家专注于帮扶小微企业的网络 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 致力于向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信息搜集 信息公布 信息交互 借贷撮合等服务 2015年5月 何掌柜上线运营 上线3个月后 就已引入35期各类互联网金融产品 平均年化收益率超过7% 累计认购达1.3亿元 人均认购74385元 在当时的宣传口径中 何掌柜被称为四川移动何掌柜 是四川移动迈向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重要举措 想要肥水不留外人田 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速报 感谢大家收听 昨天每日财经新增的众多粉丝 谢谢各位的厚爱 最后 祝新老朋友一切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